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屋,欢迎来到龙头邦 相信喜欢看恐怖片的朋友们肯定都看过《午夜凶灵》系列 留着一头黑肠直发的真子姐姐 给不少人的童年留下了深深的阴影 在剧中,真子的母亲有预知未来的超能力 后来逐渐精神失常,在25岁的时候自杀身亡 但是大家知不知道真子这部电影是有真实原型的 今天咱们就来聊聊日本历史上首位有据可考的超能力大师 以及迄今为止科学界对超能力的研究成果 真子母亲的原型人物叫玉传千赫子 于日本明治19年,也就是1886年的时候出生 千赫子的父亲是日本雄本小有名气的医生 在千赫子年少的时候经父母作媒嫁给了日本的陆军中尉 可是结婚之后没多久,丈夫就远赴战场了 此后千赫子就跟自己的公婆同住 也是在这段时间千赫子的超能力慢慢觉醒了 有一天千赫子的公共在家里东荡说 钱包里面50元日元的一张钞票不见了 那千赫子听了这话之后呢 就不加思索的跟公共说 你这钱在哪个哪个抽屉的哪个位置 那千赫子的公共赶紧跑过去一看 还真的在那 可是转念一想 说这千赫子怎么知道钱就在那呢 除非偷钱的人就是他 那转天呢 公婆就将这事写信告诉了远赞战场的儿子 可这儿子不分青红皂白 竟然将千赫子给修了 被修之后呢 千赫子回到娘家 在父亲的医馆里面帮他给人看病 但奇怪的是 千赫子的父亲也渐渐发现 千赫子似乎有一种超能力 每当病人进来的时候 千赫子看他一眼 就知道这个人的病根在哪 能够对症下药 也正是因为如此 医馆的生意越来越好 人们口耳相传 都说熊本预传医生家 有一位神女 而此时呢 千赫子似乎也渐渐意识到 有一股神秘的力量 在自己体内慢慢地觉醒 不过真正让千赫子 此后名声大噪的人 是千赫子的姐夫 清源猛熊 清源猛熊教给了千赫子 当时在日本非常流行的催眠术 试图进一步激发千赫子的透视能力 慢慢地千赫子开始可以看到 很多我们正常人看不到的东西 也就是所谓的开了天眼 当时呢 正知日俄战争时期 清源猛熊为了测试千赫子的牵连能力 于是呢 就问他说 日本第六师团是否登上了长鹿丸军舰 千赫子说 没有 因为军舰已经被俄军给击沉了 而这就是我们所熟知的长鹿丸事件 还有一次 千赫子告诉家中的父母说 院子里的大树该打理了 里面长了很多寄生虫 一开始千赫子的父亲不信 直到扒开树皮 看到了很多令人作呕的虫子和虫了 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 就比如说帮贵妇找到了 丢失在海滩的钻戒 帮财团找到了地下煤矿的所在地等等 一时之间 千赫子成了日本雄本家喻户脚的人物 同时也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 明治42年 也就是1909年 京都帝国大学 也就是今天的京都大学 对千赫子的超能力进行了测试 并且登报声称 千赫子是关系的千里眼之女 从那以后 玉传家医馆的生意 就更加门庭若市了 所有人都想让这位千里眼之女 看看他们体内隐藏的顽疾 而千赫子的案例 也引起了东京帝国大学 助理教授弗莱友吉的关注 弗莱友吉 一直对超能力的现象 非常感兴趣 明治43年 1910年 弗莱友吉寄给了千赫子 19个信封 想要测试他的超能力 每一个信封里面装着一张名片 有的名片上面还包了一层锡纸 所有的信封都是不透明的 用浆糊粘好之后 在密封处还盖上了弗莱友吉教授的章 弗莱友吉让千赫子去透视 信封里名片的内容 并且回信给他 最终呢 千赫子寄回去的七封信 他说少了12封信中 有三封是打瞌睡的时候 不小心掉在火盆里了 还有九封是由于太过疲劳 终止了透视 所以没有寄回去的这七封信呢 让弗莱友吉教授大惊失色 因为内容几乎全对 除了有一些地方有些错别字 比如说把深井虎藏 看成了深水虎藏 因为初步测试的结果非常满意 弗莱友吉决定前往雄本 去当面会见这位千赫子 而且当面测试他的超能力 而与此同时呢 对于千赫子超能力的说法呢 开始起了很多争议 有很多人说弗莱友吉教授的这个信封测试 是漏洞百出的 千赫子完全可以用一种特殊的方法 将信封给打开之后 看了名片里的内容 然后再重新将信封封起来 没有寄回的那十二封信 就是最好的证据 因为很有可能那十二封信 在打开的时候破损了 但是这并不阻碍弗莱友吉 前往雄本 亲测千赫子的决心 明治43年2月至11月间 千赫子在雄本 京都 东京等地 进行了多次实验 但是很多实验环境 明显是存在着一些漏洞的 比如说在实验的时候 见证人需要和千赫子 分别在两个不同的房间 即使是在同一个房间 见证人也必须背对着千赫子 不能目睹他的这个透视的过程 这就失去了见证的意义 而对于千赫子 是否存在超能力这些说法 也越来越有争议 针对千赫子进行的 所有实验中 最有名的是 日本地精大学博士 山川剑磁郎 在1910年9月14日 进行的千管实验 无数科学名流来到现场 想要一起见证着奇迹发生的时刻 山川剑磁郎拿来一根千管 把写着字的纸条放进千管里面 然后再拿火将千管给密封住 之后呢 山川剑磁郎将千管递给千赫子 让千赫子来进行透视 千赫子透视之后 写下了道 完 射三个字 随后山川剑磁郎当众将千管聚开 众人屏住呼吸 结果发现千管内纸条上 真写着道 完 射三个字 所有人都感到不可思议 可就在这个时候 山川剑磁郎突然站起来说 我一开始在千管里面放的这个字 不是道完射三个字 他认为试验有假 要求再次进行实验 几天之后 第二场公开实验 在东京的一个小旅馆里面进行了 这次的实验流传更加严格 每个参与围观和见证的科研人员 都会在封好的箱子上盖上自己的章 而这次千赫子 依旧准确地透视出来里面的字 是道德添三个字 令在场的12位科研人员非常的震惊 可是这一次 唯独还是山川剑磁郎说道 这场实验还是有猫腻 千赫子他作弊了 于是提出来进行第三次实验 可在第三次实验的时候 千赫子在前一天晚上腹泻 导致第二天精神状态非常的差 完全不能够透视千管里的任何物品 实验以失败告终 虽然说已经有不少科学家 之前亲眼目睹了千赫子的透视能力 但是因为找不到任何合理的科学解释 再加上当时处于明治唯新时期 提倡的是唯物主义 对于这些找不到科学解释的东西 很多人都认为这是在阻碍社会的发展 科学界以及媒体 对欲传千赫子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心灰意冷的千赫子回到了家乡 于明治44年 1911年自杀身亡 享年25岁 事实上在那个时期的日本 拥有超能力的人不止欲传千赫子一人 1871年 日本四国岛一位女孩诞生了 她的名字叫常伟玉子 长大成人之后 常伟玉子嫁给了当地的一位判士 也就是相当于今天的法官 成为了法官夫人 常伟玉子的超能力 要比欲传千赫子更胜一筹 她能够利用念力 在感光的胶片上留下字或者是图案 弗莱有机等很多科学界的人士 在1910年左右 对常伟玉子的超能力也进行了测试 他们先是拿来了一个铁壶 在铁壶里面放上一张感光胶片 让常伟玉子透过这个铁壶 去看感光胶片上的字 果然试验成功 可试验结束之后 弗莱有机惊奇地发现 被放进铁壶的这个胶片曝光 居然改变了 一开始她觉得可能就是胶片损坏 或者是在试验过程中 铁壶晃动所造成了 于是第二天弗莱有机 又拿来了一个铁壶 又在铁壶里面放上了 另外一张感光胶片 而这次的曝光还是改变了 就这样历史上最初两张 用念力书写的胶片 在1910年12月26日和27日诞生了 起初的长尾玉子 只是能在胶片中 去画出来一些不规则的图案 后来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之后 长尾玉子可以成功地 用自己的意识 在胶片上写下来字 整个科学界都震惊了 如果说千赫子的透视能力 可以用千里眼来形容的话 那长尾玉子的这书写能力 在当时都找不到 一个合适的词汇来形容 随后京都帝国大学的一名 大三学生三普横柱 对长尾玉子的超能力 也进行了测试 当然试验结果也是成功的 三普横柱认为长尾玉子 很有可能可以用自己的精神 去控制一种特殊的光速 用这种光速 在感光胶片上写下的字 三普横柱将这种光束 命名为精大光线 弗莱有集后来将这种 念力书写的能力 命名为念血 就在科学界对长尾玉子的 念血能力一片赞叹的时候 之前在逼死千赫子事件中 发挥了至关重要作用的 山川剑磁郎 这次又开始折腾 他认为这所谓的念血 根本就是因为胶片的曝光出了问题 不是什么超能力 于是山川剑磁郎 将长尾玉子带来了东京 又一次要进行公开实验 而这次的公开实验 还是失败了 失败的原因 并不是长尾玉子的超能力失效了 而是因为作为实验主持人的 山川剑磁郎 忘记在实验箱里面放胶片了 尽管随后山川剑磁郎 公开谢罪 但是为时已晚 此后所有的媒体 都在大肆地报道 说什么超能力 全部都是鬼扯 都是骗人的 最终的备受打击的长尾玉子 回到自己的家乡 弗莱有机和一些其他的科研人员 在长尾玉子的家中 进行了一段时间的秘密实验 但是实验期间 经常会有人前来捣乱 甚至会有人给长尾玉子写恐吓信 最终的在山川剑磁郎 公开实验之后的一个月 长尾玉子一病不起 于1911年1月与世长辞 享年40岁 一下子两位轰动意识的超能力者 在同一年先后去世 世间对超能力心理学的研究 也迅速冷却下来 学术界也是由唯物主义学者占上风 弗莱有机教授 更是被东京帝国大学给开除了 那么超能力到底存不存在呢 时间来到了1987年 台湾教授李四成 因国科会之邀 投入气功与脑电波的研究 而后呢 渐渐转入手指十字方面的特异功能研究 李四成教授 1952年出生 1974年 国立台湾大学机电系学士毕业 而后又分别于1977年和1980年 获得了美国斯塔夫大学的硕士和博士学位 1982年 李四成教授返回台湾 从1996年起 他开始担任国立台湾大学的教务长 2005年至2003年期间 担任台湾大学的校长 在学术界拥有很高的声望 有一些人可能会问了 一个好好的大学教授 为什么去搞一些怪力乱神的研究呢 先别着急 咱们先来看看他的研究成果 1987年起初受邀参与气功于脑电波研究的 李四成教授 对于这些东西实际上是不信的 1993年 李四成教授在台大开设了 人体潜能专题课程 也慢慢开展了手指十字 心电感应 念力等研究 从此接触了很多特异功能人士 令他大开眼界 在研究中 李四成教授发现 7到14岁的儿童中 有10%到40%的人 可以通过后天的训练 开发出来手指十字的超能力 他认为那些具有特异功能的人中 有一少部分是与生俱来的 但是更多的情况下 是可以通过后天培养的 就像是我们体内被压制的一种天性 而李四成教授所做的最有名的 也是最富有争议的实验 就是他在中日浑血少女高桥五身上 做的手指十字实验 1993年 李四成教授经朋友介绍 认识了当时11岁 身居美国的中日浑血少女高桥五 高桥五长大之后的理想 是成为一名兽医 而这个理想的来由呢 却非常的不可思议 高桥五说他在小时候 有一段时间能听懂动物的对话 有一些他去动物园玩的时候 听到一只猴子跟他的同伴说 我去你那边玩好不好呀 他的同伴说的好呀来吧 此后呢 在高桥五九岁的时候 他的母亲在电视上看到了手指十字 所以想让女儿也试试 从1993年开始 高桥五跟着母亲回台湾醒亲的时候 每一次都会来到李四成教授的实验室 去参与到这手指十字的实验当中 这项研究的实验过程其实也很简单 就是拿一张纸 随机的写下一个字 然后把这个纸折成一团之后 放进一个黑色的袋子里面 让受试者去摸 从而感知纸条上写的是什么字 李四成教授会在旁边用机器监视 受试者的脑电波 以及其他体征的变化 有时候为了增加实验的难度 会把这个纸揉成一团 或者是在纸外面包一丝铝箔 然后再放进黑色的袋子里面 在实验过程中 李教授发现高桥五手指十字的准确度 非常的高 他提出来一种假设 他说会不会在人的大脑中 存在第三只眼 而这只眼呢 可以突破身体的限制 获取外界的信息 而此话一出在台大可以说是 一时激起千层了 所有人都说 你堂堂一个大学教授 怎么能这么迷信呢 那李四成的态度是说 如果不相信的话 完全可以来实验室观摩实验 1999年 十几名物理系和心理系的教授 就来到李四成教授的实验室 他们是来踢馆的 可是这不来可好 一来让他们看见了更不可思议的东西 1999年8月26日下午两点半 来自台湾多索高校的专家齐聚一堂 当天接受测试的人正是高桥五 而为了避免作弊 这些字条全部都是由外来的 物理系和心理系的教授 随机当场写下的 高桥五的身上连着脑电波电压仪 当电压发生之后 就表明天眼已经开了 两秒钟之后 高桥五顺利的写下了 他用手指看到的字 准确无误 各位专家仍然是不信邪 连续又进行了几次测试 高桥五手指十字的准确率 几乎高达90% 心理系教授唐大伦这个时候 想出来了一个大招 他拿起画笔 画出来了二十多个 不同颜色的方块 将这些方块 放进不同的黑袋子里面 目的是为了测试高桥五 是否也能辨别颜色 而这次的正确率 也高到60%到70% 在场所有的教授 可以说是三观进攻崩溃 这个时候 众研院院士陈建德教授 悄悄地拿出来了一张纸 写下了一个字 将这张纸团成一团之后 放进了一个黑袋子里面 也正是这张纸和这个字 将那天的实验 推向了高朝 高桥五将手伸进了袋子里 他说他这次看到的不是字 而是发着光的人像 众人打开袋子里面的字条 上面写着一个佛字 也就是说佛字 是会产生意象的 全场震惊 包括李斯坦自己 因为他之前从来没有想过 要去测试这种 带有宗教意义的字眼 有人猜想说 是不是因为高桥五 本身对佛教比较尊敬 所以使他产生了幻觉 而接下来的实验过程中 教授们尝试了 不同信仰中的神灵 甚至是不同的文字 英文 藏文 希伯来文 写下来耶稣 莲花生大士 二臂黑袍金刚等等 这些文字中 有很多高桥五都不认识 但是依然可以看到 不同的意象 李斯坦教授的结论是说 这些具有宗教意义的字眼 就像是一个 通往异世界的网址一样 那么这些 可以用手指十字的 超能力儿童 他们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 高桥五说 在他天眼打开的那一刻 先是有一道光 然后在另外的一个空间 出现了一位教他的师父 师父会将信息 在他前额的天幕里面 闪现出来 就是通过这种方式 识别字条上的字的 听起来非常的不可思议 这些来踢馆的教授 本来是想把李斯坦 从这种怪力乱神的迷信中 给拯救出来的 但是观摩了实验之后 竟然哑口无缘 他们觉得这样追问下去 也没有意义 因为这些答案根本就不符合科学观 有赞叹就一定会有争议 此后不断有人提出 李斯坦和高桥五在实验中作弊 首先提出质疑的人 就是詹姆斯·兰迪 他被认为是超能力大师的天敌 他曾经是一位魔术大师 也因此能够揭穿 各路假超能力大师的把戏 兰迪还成立了 美国怀疑者协会 专门干的事就是超能力打假 1996年 高桥五参加了一档TBS的节目 去专门展示 他手指十字的超能力 而节目组也邀请了詹姆斯·兰迪 作为评委 虽然说节目组最后判定 说高桥五确实是有超能力的 但是詹姆斯·兰迪一直说 在那次节目中高桥五也作弊了 第二位揭穿高桥五的是 亚利桑那州大学心理学教授 盖瑞·史瓦茨 与兰迪不同的是 盖瑞·史瓦茨 本人是相信超能力和灵媒存在的 他曾经带着团队来到了美国的洛杉矶 也就是高桥五的住处 对他进行亲自的测试 测试小组将一串随机的英文字母 和数字的组合写在纸上 折叠数次之后 放进了一个不透明的袋子里 第一场实验中 高桥五手指十字的能力 确实得到了验证 但是第二场实验 却被中途叫停了 原因是实验人员发现 密封纸张的胶带下面 粘有一些蓝色的棉絮 就说明高桥五有可能 在这个袋子中揉开了纸张 偷窥了上面的字 实验小组表示他们愿意进行第三次实验 但是前提条件是 高桥五的手要从头到尾都露在外面 而且面前要放一个挡板 避免他看到自己的手以及纸张 不过高桥五和父母 并没有同意进行第三次实验 此后也有一些其他的物理学家 对高桥五进行了测试 有一些确实是失败了 不过相信李斯尊理论的不少学者认为 不能因为实验没有百分之百成功 就完全否认超能力的存在 李斯尊教授自己也表示 说人是情绪动物 一旦实验环境发生了变化 是需要一定的适应期来恢复能力的 与李斯尊站在同一阵线 还有曾经的英国剑桥大学物理学家 布莱恩·约瑟夫森 他在33岁的时候 因为发现了超导体 而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布莱恩在那个时候 可以说是学术界的一颗明日之星 就在所有人都期待他绽放异彩的时候 他突然画风一转 去研究超心理学 也就是我们说的超能力 他在剑桥大学卡文迪实验室 开展了心物合一项目 研究内容有量子力学和意识的关系 科学和东方神秘主义的融合 他坚信物理学终有一天 能够揭示心灵感应和超自然现象 李斯尊教授在多年的研究之后 提出了信息场和附属时空的概念 所谓信息场就是灵界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阴间 众所周知我们所出的物质世界 有四个维度 长宽高和时间 那李斯尊教授将我们所说的这个物质世界称为阳界 阳界以外还有一个充满高智能的信息场 这个信息场被称为是阴间 也就是灵界 是一个由意识组成的世界 佛 耶稣以及各路神明 都是这个信息场的意识 如果说实数代表的是我们的现实世界的话 那么虚数就可以代表的是意识世界 任何事物进入虚数空间之后 就会产生意识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万物有灵 实数世界和虚数世界相互重叠 相互平衡 实加虚就是心物合一的世界 那么很多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 唯物论中虽然说意识是没有地位的 但是在物理学中 艺术是可以得到验证的 量子力学中描述微观系统状态的波函数 都是负数形式的 测量粒子位置所得的结果 也不是决定性的 而是概率性的 负数形式的波函数令人迷惑 但也是其神秘性所在 量子纠缠中 两个粒子各向反方向离开 在没有测量之前 每一个粒子都处于叠加态 但是即使分开到了天边 若测量其中的一个粒子 另外一个粒子一定为互补态 也就是说 这之间的信息传递 是远远超过光速的 李斯坦教授的负数时空理论 和量子力学可以说是相呼应的 当物体进入量子状态的时候 意识就会产生 部分意识钻入虚空 在那里没有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可以任意的遨游宇宙 量子纠缠超光速 正是因为它是在虚数时空纠缠的 如果彻底掌握了灵界 也就是虚数时空的科学 人类的文明很有可能提升到 另外一个层次 对外星生物的探索 也不再局限于电磁波科技 因为在灵界中 是可以实现超光速的 利用量子通讯 就可以实现星际通讯 信号的传递不再是几年 而是顺时间 不管是超能力的研究 或者是附属时空理论 目前都是非常有争议的 科学和神学 看起来是两个水火不容的领域 但是很多科学家都说 科学的尽头就是神学 霍金最后将宇宙的起源 归于神学领域 也就是上帝创世 牛顿晚年有人问他说 地球为什么转动 他的回答是 地球转动是因为有一只上帝之手 科学的发现 就是不断的质疑和被质疑的过程 真正的科学家 不应该是真理的占有者 而是真理的探求者 那今天就到这里了 下期节目见了 拜拜